一定要一定要 我刚刚有公开说 感谢议长的高度 呼吁双方可以 要和缓的解决这个事情 握握手这是代表两人破冰了吗 传出基隆市长谢国良 动员家族企业 罢免议长同资委之后 两人见面上演和解戏码 谢谢大家良心的互动 促进这个市政的运作 好不好 皮子都释怀了 我有卷路过吗 两人都说没事 但罢免声传骗基隆 因为基隆东岸商场争议 民间发起罢免谢国良 没想到近日竟传出 谢国良家族二姓集团 动员联署罢免议长 同资委等瑞营议员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还嗆瞎 如果你要罢免我的市长 我就罢免你的议员 组织反制行动小组 引发舆论哗然 这个吹哨者也是 二姓集团的这个员工 那你怎么看 据我的了解 也是没有这样子的一回事 如果大家想要降温 那就不要一直开战场 就是应该回归在市政 理性沟通 我觉得罢免是最不好的 一个示范 尤其基隆市 很小 没几条街 不要说大家都是仇人 那这样子的话 走路就很不安全 前来议长也发生反罢免 通资委人员好 妇女节前夕 还特别准备草莓麻糬 送给女性同事和市府官员 谢国梁家族传出要罢免他 难道和这一生市长有关系 谢谢市长 不不不 谢谢议长 讲错了 讲错了 这个不小心的口误 大家不用脸小太多 真的 你说佟议长是您潜在的对手 那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管是谁把谁都不要有这种 甚至连反制也都不要有 我觉得是比较应该的做法 那党部他自己也应该要改变他自己的做法了 谢国梁喊羞兵 只是基隆东岸商场争议还没完 这场基隆政治风暴恐怕很难就此画下句点 民事新闻正好报道 来吴雨上方可以 这样 那 药康瓷